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棋棋场比较集中的一个水磨的地方 像我的同事现在做的普通的棋棋 短则两个月才能完成一个单价 长则一年以上甚至三年 日本从现在来看应该是全世界顶级的棋棋原产国 别人跟我们都一样 但是做出来的东西不一样 看一下李屋这个属于成都棋棋场的秘密武器 这是一间特殊的房间叫做鹰房 那其实在一个传统的棋棋场 它用的全都是从树上割出来的天然大漆 而天然大漆的干燥 就特别有赖于这么一个恒温恒湿的一个密闭环境 因为天然漆跟化学漆最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有水才能干 没水干不了 这个行当人也知道 非常小众 我们很难说有谁特别懂这个 这里其实就是成都当代漆最典型的记忆之一 大家对于漆有一个普遍的认知 就是油漆是有毒的 而天然大漆是无毒的 甚至在本场荒木里面 它是各种各样的药材的一种 附近 那在我们的一个安排里边 我们会希望我们的产品 更多地回到取水流伤的时代 它会让我们变成拥有 用漆器所做的无毒健康环保绿色的 碑碗盘碟 对外来讲 更多的朋友就是说 从不知道奇异到知道奇异 尝试着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和定位 重新去让咱们的手中来知道 诶 这都奇异好像有点不错 就是它希望用一个贵的东西 去用来安放它更珍贵的东西 所以奇异是一个特别好的媒介 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一种血液 它不仅仅是七亿的血液 也是我们的文化血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